罷免案周日登場 謝國良一早不到九點 就現身投開票所 領票圈選 謝國良完成投票 強調自己心情很平靜 鏡頭轉到另一邊 罷免領閒方 帶警案與李彥榮 以完成共鳴權行緒 正反雙方陸續完成投票 但前陣八年市長的林友昌 卻出了點小差錯 投票竟忘記帶身份證 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忘記帶身份證 所以剛剛又趕回去拿身份證 台灣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民主國家 所以我們有很多都需要學習 然後需要民主升華的地方 基隆市長首次出現市長罷免案 在七個行政區設置 兩百八十三個投票所 投票人數三十一萬七百九十七人 罷免門檻除了同一票 多於不同一票 且同一票必須在選舉人數的四分之一以上 也就是超過七萬七千七百票 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鼓勵這個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踴躍出來投票 然後表達自己的這個權利 然後表達自己的聲音 罷免案投票時間上午八點開始 下午四點截止 結果最快傍晚就可以揭曉 三地新聞智慧師 黃新城 楊凱恩 魏文宣 基隆報導